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绘画的过程中 老师经常会告诉大家一个观点 也就是说橡皮其实并不是我们以前意义上的橡皮 橡皮其实也是笔 它是什么样的笔 它是可以使颜色简单的笔 我们深入的大部分的时间用作做什么呢 就是调整边缘线 调整交界线 调整这些微妙的很精彩的细节 那么这些线的话 也希望大家不要一次性画死 还是要一层一层的去画 一遍一遍的去处理 那么这些线也想要一层的去画 我们可以在这里的前方 这些线也想要一层一层的去画 那么再过去画一层的去画 我们就先讲一下 我们先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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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蚁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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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蚁嘛 好 那么这个鞋带 这个鞋带呢 我要注意 它也是有体积感的 所以的话 你画的时候呢 不要这个只是画了一根 这个很软很弱的这样一个带子 是不对的 还是有它的这种体量在 在这个鞋带这种状态里面 那么你仔细观察这个鞋带呢 它还会这个上面有些条纹 这些条纹的话呢 你可以这个把它在转折最精彩的地方 进行一个表现 这种条纹的这种质感来讲的话呢 你只要这样去表现的话 就会给人的这种心理状态中呢 有这种感受 有这种感受 不一定面面俱到 你如果面面俱到的话呢 这个 这个 一个是时间 不一定允许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的这个工作量呢 也太大了 所以的话 就是抓一些重点的 也就是说 比较在视觉上 有效果的一些位置 你可以给它 布上一些条纹 布上的这些条纹呢 让人感觉到 视觉上就会起到了这种 有这种条纹感 这样的一种意识 这样的一种感受 这样的形目 这种一定会有很重 这个咖啥 他们那kampe 这个鞋带还有一些绑在鞋上面也都可以再进行一个处理 这个鞋带还有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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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带还有一点 吹 olv из-u-u-u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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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暗门下午餐的吃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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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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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小的金属的盘色还是比较重的 你可以画的重一些 而且它的高光来讲的话 你可以给它处理的相对亮一些 这样它的质感就会比较强烈 tać 花杤 闭 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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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lat 画面中的重色还可以再给它压重一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